Hello 大家好 世強 我現在身處的地方就是 黃黎敦水塘的巴士站就是K66 我今天帶大家去行尋找旗石系列的 油准石和神雕石 先說怎樣來 我們首先就是乘港鐵在往平站 接著在B1出口 然後就下樓梯 下樓梯最底就是U-turn 就靠著孖環路向前走 當你見到頭頂的行人天橋 過了就有一條馬路 過了那條馬路 前面的右手邊就會有巴士站 那裡就有K66 坐巴士 就可以來到現在巴士總站這個位置 我們現在下了車 走過來對面馬路 我們向右手邊 貼著河 河是我們左手邊 先向前走 向前走一點點 看一看我們的右手邊都寫著千島湖清景台 其實我們都跟著這條路上的 走前一點點就欄杆就變成黃色了 這個就是大唐的葡萄園 那我們靠著欄杆過呢 去到左手邊有一條橋 那我們就要靠著這條橋 過去對面河邊先 然後變成河邊就在我們的右手邊 轉了彎之後呢 依然是看到這個提示 千島湖清景台 OK 那我們 變成現在黃色欄杆 我們右手邊 貼著這條河 先走著 好 黃色欄杆就走完了 好 那就變成只剩一條石屎路 那我們就沿著這條石屎路 再向前走 前面就看到綠色欄杆了 那我們又沿著綠色欄杆走著 現在變成沒有欄杆 但是依然只剩一條石屎路 那旁邊左右都有人在這裡種東西 可以看看香川風味 前面有個盧匯園 我看到很多一枝枝的花來的 我先走到這裏 看到有一枝枝的花 原來就是盧匯的花 哇 我第一次看到 盧匯的花是這樣的 好 走到這裏分叉口 要是轉左又是轉右 那我們就轉右走 轉右走一會 就看到綠色欄杆了 那我們又跟著綠色欄杆走 這裏很多人種東西 綠田園 沿著綠色欄杆 就走到沒有欄杆了 但是依然只有一條路 在前面轉彎 我們就開始上山了 起步到現在 走了四個字 走了1.1公里 然後就要上山路了 那我們向黃黎敦水塘進發 就先找尤准石 然後就再找路上宮庵山 去宮庵山之前 就會去神雕石 來一個尋找奇石系列的官鳥團 OK 走 好了 這頭講完 那頭就到了 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 轉上山路了 那麼就過這裡閘就開始上樓梯了 我們要去 黃黎敦水塘 只是1.2公里而已 走半個小時就到了 好 出發 上山 一開始 一開始 就是上山的樓梯了 開波就走了一段樓梯 但是接下來就 是一直向上的 但就不是全部樓梯了 路況是這樣的 上下斜 上下樓梯 又變了碎沙路 這個斜度是可以接受的 還有些芒草水味 好 繼續上 又走了一會兒 都是平路啊 樓梯啊 不算太難 不過我們現在會穿過 電塔 這裡好像有些景 看一下 挺特別 直接在電塔的下面穿過 好 好 看看電塔先 好 穿過電塔就繼續走 看一看身邊 正中央 好 繼續走 過了個電塔 走前一點點 這次有個路牌了 巴士總站 就1.5公里 黃黎敦水塘就還有1公里 好 這裡有一張椅子 可以看一下下面的風景 但是暫時起步 不用怎麼休息 好啊 繼續走 我們9點鬆一點就起步了 那油準石應該不會有太多人了 好 走 由上山位 來到現在這個梅花莊 走了大約7個字 那就是這條上山路段 7個字至8個字 1.2公里左右 1.2公里左右 過完這條梅花莊之後 前面有些櫃欄的 有些欄杆的 我們由這裏 就轉回到下面石屎路 就會見到 黃黎敦水塘的那個 霸位了 那 我們現在就 轉下去先 這裡也有個牌子 直去是黃金海岸 還有去千島湖 看那個千島湖景 都是這裡直去的 但是我們今天就去看油準石 所以就轉左轉右 先轉左轉右 就先過這個壩 先過這個壩 壩頂這個橋 那 過到前面 欄杆位 我們就會左轉 走山路 那現在這條 就是 黃黎敦水塘的霸位 看看 水平如鏡 倒影 先拍照 先拍照 好 來到巴尾 回頭 看一看 我們就是在剛才對面走過來的 好 接著 那 不走石屎路了 轉走 崎嶇的路 那 第一個 是落水塘的 我們上一點 黏著引水道 向前走 前面有一條橋 過了橋 就有行山路了 來到這裏 過了橋 過了梅花莊 就開始行山路了 那這裏有兩條路的 一條就左轉上 有樓梯上的 我們就走下面一條 好 先走 先走 走前一點 這條路就不太斜 不過都頗密 臨一下 好 穿過那些 浮浮仰仰的樹葉 但這條路還是有的 OK 繼續向前走 嘩 嘩 這條路 前面有一些水聲 我們等一下要穿過 穿過這條溪的 應該 嘩 那些樹葉 有水珠的 好 到 去到什麼位置 那些水位 好 看一看這邊 啊 這段 我看一下大腿那段片 九徑山 有來過這個位 好 我們繼續向前走 好了 上了來開陽位 那就看一看了 下面那些就是霸 如果剛才我第一個樓梯一上 就上了去對面山 了 對面那座山 變了 那變了 油準石呢 就要屈回這邊 那我們現在呢 只要這裡向上走 走到某個位 就手邊的路口 就可以過到油準石了 那 繼續穩 繼續走 繼續向前走 不是走很多 都沒有到過路口的 不過我已經看到油準石了 就是 先放大一點 等一下呢 有條樓梯落 經過那個墓地 再過旁邊 我現在指著這塊 就是油準石了 那當然這個方向看 就覺得不像一塊 油準石了 去到另一個方向就是了 好 看著這個目標 繼續向上走 走 沿途也看到有絲帶 我現在面前又有一條絲帶 那 都是兩邊都走到的 其實都 同樣 向上走就行了 好 直接在前面 好 繼續走 考慮完就到了路口位了 那要看一看路況 無論你是怎樣 環境就是這裏附近 認住這裏有一棵樹 有些 藍色絲帶 那裏簡直有 有幾條絲帶 這個方向剛剛看到那個墓地 那 就朝這個方向了 另外那棵樹有絲帶 比較多絲帶 提供這條路口 就在這裏走下去 那我們等一下會沿途 經過墓地 再向旁邊走過去的 那我們就 靜靜地走過去 那 那這裏就落到下面 底 就沿著一條路 那上山的 好 那過了這個墓地 再拍給大家看一下 我見未上樓梯 那來到這裏差不多最底了 那拍一拍路況給大家看 這裏有兩條路 前面直去呢 就有橫跨條溪的 但是那裏很多泥坊 那我們試一下 從這條路走下去 看看有沒有這麼多泥坊 行不行 這條路好一點 其實兩條路都可以的 看看你當時的情況 決定 總之就是要過這條溪間 才可以從樓梯再上 油準石已經看到了 那塊就是 有沒有路 有 這樣就行了 就說有就行了 好過那一邊吃泥坊 好過那邊吃泥坊 有水 好清的水 上完去過了墳畢 再說 好了 穿過了一個墳墓 繼續向上走 走前一點 有條山路橫走 我們已經有油準石了 我上次來呢 很搞笑的 山友很窩心 準備一些弓箭 道具給你們拍照 後期我看到很多人鋪上 都會拿著弓來作狀 看看這次的工作在哪裏 繼續走 有趣的是油準石的頂上有條坑 人們會把工具放在坑上 通常人們拍攝後 會有十美放下 所以這個工具應該維持了半年 現在不知道還有哪裏呢 油準石應該越來越容易看得出形態 好 再往前一點 可以嗎 好 看看可以嗎 有頭 有翼 這個下巴 現在呢 就在油準石上看風景 我就上油準石上面看看 什麼環境 還有營墓 等一下我們就走上去 我們早來啊 沒有人啊 所以可以玩得久一點 這個是油準石 我們就在這裏上 你看下面有多少工具 這裏有少許想不像的 剛才我們就在前面那條路走過來 風景就是這樣 上來看不到什麼風景 這次來這個位置純粹是看石 下回去看一隻油準石 都是要某個位置才能準成 基本就是最OK的 就是這個位置 頭有點凸出來 剛剛的翅膀就在頭旁邊 這個位置就最似的了 油準石拍完了 打完卡吃完東西 我們就跟著在山坡上面那條路 向上走 我們就從這邊走 我們就會過去對面的山脊 就是剛才我們起步第一條樓梯上的山脊 不想經墳墓 都可以從這個山脊這樣挖回頭 但是 我現在兩條路都走出來了 你們自己選擇怎麼來 現在就先上山先 有條路的 上了山坡這條路 貼著那個山脊 有一點點危險的 上也輕鬆些 如果從那邊過來 我覺得就比較危險 因為下路走 剛才我們來的那條路 穩陣些 走向上爬 就覺得好些 純粹讓你參考一下 怎樣來 甚至來不來 自己決定 上完這個 靠著斜一點點的路 全面平門 然後就可以上到對面的山脊 我們走到樓梯位了 先看一看 剛才我們就是在下面的位 靠著山脊 走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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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到上面 待會再告訴你們 怎樣走 因為我都要看清楚 離線地圖 才可以告訴大家 怎麼做 我們下一個目標 就是神雕石 因為我們是官鳥團 看完油準石 就變成神雕石 看第二隻雕石 先走向上 走向上 向上發展 向山順發 還未到山頂 但路況就是這樣 都斜斜的 踏腳位都還有 雖然有些沙石 線位 但是踏腳位是夠的 一條路而已 都沒有什麼迷路指數 暫時我上山 要上到山頂 才會合第二條路 好嗎 繼續上 臨上到頂 尾段 手腳並用 浮沙碎石 有些青山福地感覺 好了 快上到頂了 上到頂 再告訴你 我們怎麼走 上到最頂了 看到有分岔路了 這裏有交會處 左手邊 去九徑山的 我上次 就從那邊過來 接著下去 下去黃麗敦的 現在說回 來到這個分岔口 我們要向右走 就向高庵山進發 高庵山 就是在這個方向 沿著一邊落 沿著一邊落 然後跨過這個山 沿著這個山 沿著一邊去 途中 左手邊 有個路口 就轉到山 拍個神雕石 我們先向這個方向走 唉 忘記報事 在報道現在 走了一個小時 十個字 走了4.3公里 然後 繼續向高庵山進發 這樣就 瞞著這條路 一邊落 再一邊上 好 出發 剛剛一落斜 就有個比較難少少的位 就比較急斜 跟著下去 跟著沿著這條路 走都不太難 在這個位 比較 要小心少少 好了 不過石頭位都還可以的 有得抓手的 慢慢落 那 旁邊這條 就不可以了 旁邊這條 實在 太滑了 沒什麼落腳位 都是那邊好些 好 落 對了 扶著兩邊 慢慢落 下完這個 這個難少少的位 就跟著這條路 都應該容易走的了 那還可以順便看下 下面的風景 有點像雞公嶺 這裡 好 剛才我們就在這個 比較 斜 和碎石浮沙 好 那我們 繼續向 神雕石 進發 好 走前一點 過了兩個 山頭 跟著 這個山頭再進發 好 那我看看 那我看看 我們剛才就在鐵塔前面的位置 下 就過了這個山頭 就來到這個第二個山頭 這路都是斜路來的 沒有什麼特別 不是很急斜 不是很急上 慢慢走 好 那再向上面的山 進發 我們又上了那個山頭 我們說回 神雕石 有意義沒有意義 就是在這一堆石群的 這一座山 或者這一座山 事業一座山的 左手邊 有一條路下去 那我們還是跟著這條山 下 走 走到那裡先 好 向前走一點 過了個最高位 跟著前面有個發射站 還有 嘩 視野好正 這裡 如果今天天氣更加清 就更加正 全部看完 下面那些 有些平房 嘩 這裡很漂亮 嘩 這個不是發射站 這裡只是小小建築物 嘩 好像已經廢製了 燒過來 嘩 但是這裡值得來 很漂亮 嘩 整個景 我想去到那個位 已經更漂亮 好 走到那個位 先拍一下 好了 下到這個位 整個大堂 白香 錦田 元朗 什麼都看到了 對面應該是 雞公嶺 薄刀刃 不是薄刀刃 大刀刃 不過太蒙了 看得不清楚 好 繼續走 那我們就下去 再上這個山 再上那個山 這兩個山 隨便一個位 找神雕石 看看這條路 嘩 我感覺到前面的位置比較險 好 下 對了 我們就是在這個位 旁邊 走下來的 又不是這個位 這位是電單車走的 好了 走到下來了 繼續走 慢慢走都行 慢慢走都行 剛才那邊 旁邊那條路 就好一點的 好了 接著 上這裏 就在旁邊那裏 一路上 向那個方向上 那些石裙 附近再找神雕石 好了 剛才我們在最急斜的這個位置 就下了這個山 沿著這條行山鏡 來到這裏 第一個石裙 我們就繞過石裙的後面 從這裏走上去 那 其實還有一條行山鏡 是繞到那裏 再撞上去的 那我就不了 看著大石的位置 走上去 過這座山 再旁邊那座山 應該找路 下去 神雕石 好 現在上 繞了石裙 出了路 嘩 這裡很漂亮 又是 整個錦田 百香 大堂 嘩 又是一個美景 好 應該在那座山找路 好了 剛才過完石裙的那座山 然後再往前走 走前一點 來到這個位置 直去就是宮庵山的 那我們左邊 左邊有個路口 這裡下去就是神雕石 不過這個位置比較斜一點 下的時候小心點 那我們如無以外 拍完神雕石 就沿路上來 再去宮庵山的錦高柱 然後就切去 OK 那我們這裡下了 下去找神雕石 小心點走 慢慢走 這條路就真是斜的 不過兩邊都還有植物給你拔的 那就慢慢下吧 我已經聽到下面有人聲 始終那個都是一個景點 好 小心點 兩邊有植物給你拔的 那就掠斜 不過一會兒原路都上回來了 路口下來五分鐘左右 就見到神雕石了 不過神雕石要比較遠一點 看下去才是神似的 那我們這裡有條路爆下去 神雕石我就不爆了 直接在這裡 從遠處下回去 之前 他們原本去的那個行山徑 看著神雕石走過去 OK 我們上面下去 都下了五六分鐘 應該都不是太久 都是保持著這些斜道的路 下多一點點 這裡有條絲帶 那 借看就左邊 那 這裡有藍色絲帶 這條路呢 橫刺進去 那就看到神雕石的頭 原來呢 我們剛才呢 在那個 旁邊那條路 到下面那個位 就剛剛神雕石下面 是完全不像的 接著 有些行山友就說 你要走出來 繞再遠一點 那我就 我就走出來 這個位 那 遠望呢 那就 近一點了 就 整個頭啊 有隻眼 有雙翼啊 就是這樣 這樣 我靠近一點 看一看 好 那待會輪到斜太 走下來 我就走上去拍了 那 說回那條路先 那我們就 這樣走 走到這個位 再沿著剛才那條路 一路走下來 那我現在走上去那條路 給大家看一下 有絲帶的 這條路 走上去那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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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到這條路 這條路 就是剛才 剛剛轉進去那條路 那條路 那條路 藍色絲帶 這裡走進去 終於找到 那個位 叫做 看上去最似的了 就是 都比較遠了 從那邊走 走到這個 比較底的地方 再看上去 這樣看就 比較似的了 有個頭 有兩條翼 有個身體 好了 神雕石又玩完了 休息完 我們沿著神雕石的 後面有條路 就直上去 剛才我們下來的位 上去 好 用回十分鐘 上來 這個 分岔口 好 走回來 大路 那我們就 轉了 去宮庵山出發 好 油准石就去完了 神雕石又去完了 那我們去到宮庵山 那個 高處拍一張照 到時再決定看在哪裏走 我們現在就應該沿著這條路走 跟著上 江東東的那個山 就下去 再去 去到前面 最遠遠 現在看到那個山 有一條 高處 那裏就是宮庵山 去了那裏 應該無疑無疑 因為回頭 在一條小路下山 好 過到去再說 是啊 未報市 我們起步到現在 走了三個半鐘頭 走了七公里 那就 繼續 我們來到分岔口 我們走左手邊 右手邊去宮庵庵庵庵 我們現在向宮庵山 走 所以走左手邊那條路 未去到前面 當杜杜杜的山頭 我們又經過一個電塔 不過這電塔好像有殘 沒有那個那麼英俊 繼續走 穿過電塔旁邊 繼續向前面座山 再量 走了一陣子 所以終於來到江韜韜的山腰位 準備上去 其實我今天這個主題就是尋找奇石系列的官鳥屯 就是尤准石和神雕石 其實我最初的構思是在屯門上大咀鳥石 尤准石再加神雕石 這樣就名符其實就是一個官鳥屯 所以今天只有兩隻雕我都覺得少 看看接下來有沒有機會 做個精裝版的官鳥屯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留言給我 我如果收到大家的意見 我就找一次做個真真正正的加強版的官鳥屯 先去大咀鳥石 然後經過九徑山下來游准石 然後再去神雕石 不會向九徑山游 不會向這個宮蔭山游 就會直到下面走的 看看大家有沒有興趣 留言給我聽 好 現在先上這個江韜韜的山 好像說這裡挺漂亮 我們一路上山一路看 整個去深圳灣的天橋 那條高速公路拍到光 你看看 嘩 這裡的位置也是挺漂亮的 但這些路況就很差了 被電單車走了吃到做坑 好深好深 嘩 這裡真的挺好的 嘩 上到山頂 前面又有一堆電單車 這裡應該滿盛地了 嘩 風景很漂亮 右邊 全部都是八鄉啊 大堂那些屋子 然後再往這邊 斷門啊 去深圳灣的高速公路啊 嘩 青山啊 貝寧雙道就是這裡上 嘩 想起來也很痛苦啊 OK 繼續走 好玩啊 我的目標是宮庵山的 標高柱啊 差不多啦 對 差不多啦 嘩 真是要推介一下走這裡 風景真是不錯 嘩 看看前面還更加漂亮一點 嘩 嘩 嘩 有蝴蝶啊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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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adphones oats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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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天氣更清不要再來 過來 真是漂亮 好吧 接著翻譯追過去 電塔前面應該要公陰山 後面把他高署打完後 從這種建築物 1977出來 旁邊 現在又有行移的 下去 一直下... 下去宮庵路 完成今天我們的路程了 尋找奇石系列 潘鳥團 油準石和神雕石 好 我們終於到最後 宮庵山的標高處 也是我們 走到最後的景點 看看這裡的風景 如果在這個位置看 這樣掃過來 超過270度 風景 前面有條路下 不過聽聞就很急斜的 那我們不走 我們等一下 就會回到那個電塔 旁邊有個建築物 建築物有一條樓梯 慢慢慢慢 下去 宮庵路 OK 拍完照 就回到 那等一下我會 在一個建築物 再跟大家說 這裡值得來啊 風景真是漂亮啊 剛剛天理好 真的不太好 好 我們在前面 宮庵山的標高處 走回頭 現在走過來這裡 電塔旁邊 有個建築物的 我們就向建築物走過去 旁邊有一條小樓 樓梯下 那條路就開始下山了 好 就完成我們今天 行山的路程了 開始回程了 好 下山 起步到現在 走了四個半小時 走了九公里 應該走完 都十點幾 十一公里 應該 好 那一路走 一路看看是甚麼路況先 開始下了 但是一路下的風景都漂亮啊 看 我這樣 看著 視野廣闊 樓梯級慢慢下 看著風景下 看著 都不錯啊 這個 說真的 我真的覺得這個地方 挺漂亮啊 會來多次 應該會再來的 雖然這次是第一次來這個位置 OK 那些樓梯就 比較殘了 這些設施 但都還可以的 一級一級慢慢下 好 下多一點 再說大風景 依然是很漂亮啊 好 我們從建築物的那條山路走下來 走了差不多半個小時 就終於去到一些建築物的地方了 這裡比較荒廢 但是我們要穿過去的 我們就是在這個山頂上面走樓梯 走一些很殘舊 很樓 好像快爛的樓梯 來到這個位置 這裡就 有些 建築物 但是就比較 好像有人的 好 那我們走 繞著這些建築物 這裡實在下山的 好 也有顯示的 下山的 好 好 有黃色欄杆 那我們就跟著黃色欄杆繼續走 走 沿著黃色欄杆 下了一點 上面看到有塊石 很危險 好似隨時掉下來 好似隨時掉下來 好 好 繼續走 好像危危苦 那塊石 好似 好似 好 好 好 繼續下 沿著黃色欄杆 一直下 下到這裡 疫情 行車路 但是依然見到綠色黃色 sorry 沿著黃色欄杆 依然見到黃色欄杆 所以我們還是跟欄杆 走下去 看看去到哪裡走 起步到現在走了十個字 就是從山轉下來開始 好 繼續走 還是暫時跟著黃色欄杆 欄杆 欄杆 就去到盡了 但是暫時都見到一條 叫做石屎路 有車行的 那我看過地圖 跟著這條路直出 就去到宮庵路了 那現在暫時一條路 那去到分叉路口 我再跟大家提示一下 好了 首先第一次有個分叉口 就來到這裡 我們靠左 靠右 我都寫著施加路 我們不要走進去 靠左 繼續向前走 向前 走前一點 跟著來到這個位 那 那 看見到黃色 黑白 黃黑的路 那 我們就跟著這條路 向外面走 很快就到宮庵路了 那 應該都不難 不難走 這條路 不會走錯 因為剛才都是順著 這條路一直走的 好了 我想我們很快就會走出宮庵路了 好了 我們走多一會兒 就回合了公庵路了 那出來呢 我們就會 轉左 向市中心的方向走 看看有沒有小車 小巴 的士 那 我們 由 黃黎 敦水塘起步 到現在 完結 走了五個小時 那 走了十一公里 那 今天尋找奇石系列的 官鳥團 油準石 和神雕石 跟著 上了宮庵山 現在去到宮庵路 那 就完結了 那 如果喜歡我這段影片 或者幫到大家的 麻煩給個讚我 和訂閱我頻道 細條遊記 那 今天就到此為止 多謝收看 拜拜 我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